有关于消化的迅速和的正确 我看C 如果你把胰胀的神经切完了 胰胀的分泌 胰液是不是就变少 不会 因为胰液的分泌 不但受神经控制 也就是米狗神经之外 还有内分泌激素 也就是胆囊缩缩素跟胰密素 所以如果你今天神经坏了 我还有激素可以刺激 所以它不会大量减少 除非你今天切的那个对象 它只受神经控制 例如唾现 你今天如果把七颜面九神经切掉 你的唾液会大量减少分泌 因为它只受神经控制 没有内分泌 今天你神经内分泌都有控制 你把神经拿掉了 我还有激素啊 激素可以补强神经的刺激的功能 所以它并不会大量减少 不会 因为我的内分泌还在控制 其实不会耶 这叫补强 你神一弱了 内分泌就会把神经的刺激功能 弥补过去 是一种所谓的 叫什么 补偿效应 对 等一下 侦测的过程没有神经 由十二指肠的黏膜层 侦测钛或酸 直接由十二指肠分泌 以密疏问未密疏 有血液运输 不需要 那个是内分泌入境 不需要用神经入境 所以切断神经跟内分泌的入境 完全没有影响 十二指肠黏膜 侦测那个养分 或是酸 或是脂质 分泌的激素 直接由血液运输 也跟神经无关 所以这里还好 C就不对了 胆囊收缩素 由肝脏分泌后 出来这 胆囊收缩素 怎么会是肝脏分泌的呢 应该是十二指肠黏膜吧 对 十二指肠黏膜才对 胆囊收缩素 是十二指肠黏膜 侦测什么氨基酸 太累 才分泌的 十二指肠黏膜 所以株是错在 分泌的位置不对了 好 一选项 分泌的颜色 是因为胆汁的胆色素 这某些成分他不敢写 其实就是胆色素 胆色素分泌出来之后呢 它颜色是黄黄绿绿的 再被肠默菌分解成 其他各种不同颜色 就会变成 你看到那种土黄色 或不同颜色 所以一是对的 大病的颜色是胆色素 或胆色素被代谢后的色素的颜色 所以这题一是正确的 除了内分泌 除了沉浸 你是问内分泌吗 好 当我的十二指肠分泌的 这个胆囊 收缩素素或颐秘素之后 经由血液 送到全身 当然包含胰胀本身 就像胃的胃 胃幽门部的黏膜 增测到小分子蛋白 分泌的胃秘素 经由全身血液运输 最后一定会回到胃 因为所谓的血液就是送到全身的意思 所以胃本身可以从血液中 增测到胃秘素 而胰胀可以从血液中 增测到胆囊 收缩素和颐秘素 都是经由血液的 你十二指肠分泌的物质 几乎血液 全身都会有 那当然全身器官都会增测到 包含胰胀 你说从神经是什么吗 神经就是你听到看到 想到闻到 讯息 由眼脑发出的迷走神经 直接控制肝脏制导胆 之一上分泌秘义 它会比较快 因为神经路径本来就是比较快的 这是三十六题 三十六题还有问题吗 三十六题